哎呀那个那就说你那叫什么科学知识 说那叫不叫知识 大家打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的科学界呢 在六九年开科学会议啊 也讲 就开始改名词 不能叫理性知识感性知识了 不能说的感性知识不算科学知识 现在提了 也得算科学知识 像能工巧匠发明创造 他们不也能发明创造吗 你发明创造不算科学家 哦你这有理论算科学家 人家没有理论发明创造不算科学家 所以提了呢 有第二的知识 所以不可以用言传的知识 不叫感性知识 把它提个K个格 不能言传的知识 不能言传的知识算什么知识啊 那怎么算 它实际还是对立起来 这实际在气功学里边呢 就很法解决了 到了气功学里边 这就非常容易了 理性知识对不对 你只要是正确的理性知识 你一定是通过逻辑的关系 反映了这个事物的整体特性 整体的就是本质了吗 一个事物 表示一个事物的根本特性 是它的整体性吗 你通过逻辑 把它演证过来 整体 那么我们这儿呢 我不是用逻辑 我是用直接感觉功能 我感觉到整体 那个经验的话呢 它就一下也是摸得感觉到整体了 不需要逻辑来证明它 所以这样来讲 这不就统一了吗 都是个整体嘛 因为当代科学 他们不懂得整体这个概念 不懂得整体特性 还可以被人直接感知到 因此呢 这个感性知识已经打了很多年价 我们现在怎么能把它统一起来呢 人家说你这个感性知识 有时候学一辈子都学不着 像那个 像那个正的老师傅反复教你几次 还能行 有的呢 你根本就是没法学 根本就没法学 讲不出来 所以过去讲的话 所以不管它叫知识 它就一辈子就它自己会 别人不会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只能 请可以怎么解释呢 怎么统一它呢 它之所以能够通过感觉 直接运失的事物能复得性 说它这个人在这方面比较敏感 练起功能 能把我们的功能敏感化呀 使我们每一个人 练功的人 慢慢都能够感受到事物的整体特性了 准备一下就行了吗 你这不要 不要不要借过逻辑推导 逻辑推导 逻辑证明 逻辑联系 可以 可以吗 我起功直接整体性 我让大家都有整体特性了 一下就解决了 所以到了起功能 非常简单了 一到一到一 一说什么没办法了 就是一讲超仓智能 超仓智能 整体性一句话完了 所以别的科学非常复杂 到了智能工这以后呢 就是一句话 超仓智能 混原整体观 完了 你看是不是又混了 又混原了 又弄在一起了 所以到了高级的时候 都碰在底上了嘛 这个塔下面的 很大 那个塔极很大 到了井底上 一点都在这儿了 到我们智能工 智能器梦可以拿去 混原整体观 超仓智能 完了 就这样的 超仓智能就是混原整体观 混原整体观就需要超仓智能 它这个一个是功能表现 一个是理论表现 这段问题 同意了 完了 所以这高级的东西 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 也是那么说一说 下面呢 讲理智与情感的统一 这又是当代科学里面 因为对立的东西 你要说理智 强调了理智 这压抑情感 理智嘛 是根据我们这个 一些个科学道理 而成立一个心智 通过是通过一个理论 科学的理论 或者是一个定论 这些个理 这些个理 而产生的智慧 这个新的经论活动 经论活动 是担着这个理论 规定的东西 去活动了 就像成为理智 无论是科学也好 道德也好 艺术也好 什么风俗习惯也好 把它定了 担着这个规定去做的 叫做理智 那么情感呢 情感就是受了外界刺激之后 你的情绪变化 你的感受 你的欲望 这都属于情感 所以故事讲嘛 说理智 是受到理论制约的 情感 是人体里边自发的 是自由的 所以在一般的人当中呢 还不要说科学家了 就是普通 每个人都是一样啊 往往都是用理智压制情感 情感反抗理智 现在一般时候 他怎么讲 情感就是反抗理智 现在又是西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就讲这个问题 压抑情感的 压抑这个本我的 本能的 情感 情感的东西 可以理智的东西 压抑它 这两个是不可调和的 怎么讲 打个比喻吧 你比如说 最简单的东西吧 最简单的东西 咱们吃饭 吃东西来讲 吃东西 很自然的吧 谁不吃饭 可是如果这儿更开大会 这儿开大会呢 你到那儿没拿个妈话 看不看不吃起来了 那行不行 那么很简单的 我吃饭嘛 这不很自由的东西嘛 谁都要吃嘛 可以这儿开会就不能吃 你这儿饿个肚子也不能吃 饿肚子也不能吃 谁在不呢 扣一块 绵绵绵绵绵绵 咳咳咳咳咳 就不敢失心动 你吃饭犯法了吗 没犯法 所以这个理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场合上 不能吃 不能吃 所以饿个肚子也不能吃 所以这是理智压抑情感 你这个情感的话呢 就是我要 要突出情感的时候 理智的反抗它 不能说 对 不能说有理智的限制 像这些问题的话呢 里面有科学 那科学就是东西 科学 有些个科学东西啊 让给我们自由 可有的科学呢 就是把你的情感 需要给你压起来 这个东西 这样的同学们呢 你可以根据放在我前面讲的例子 你想想看 多想一想这些问题啊 就是你想干的 周围环境不许你干的 有的环境不许你干的 风俗习惯不许你干的 或者科学不许你干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呢 这都是情感和理智 他们给的冲突 统一不了 你要是尊重科学 你就不能这么做 所以咱们就是 咱们的好多 遇上欣慰 遇上欣慰来说 遇上欣慰来讲 咱们讲科学 讲营养学 医学讲营养 讲营养学 说这个东西有营养 有营养 有营养吗 但是不好吃 咱们讲个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有种叫苦瓜 就苦瓜 苦瓜嘛 在里面还有大量大 卖酒还能长血球 这个人嘛 这个人 你自己呢 抵抗力不强 血球少一点 科学在讲 你吃这个苦瓜就行 可是一般吃一吃瓜 哎呀这么苦啊难吃啊 科学一说你这么苦不好吃 这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情感 来反抗的理智 理智让你吃药的 也是当药吃的 这真难吃啊 可是到最后的话呢 得了 得了 诸位的治病 咬了牙齿 你吃吧 那就呢 到最后那时候 用理智 用科学的理智 有压制的情感 他们两个就这么个关系 那一反抗他 那个情感反抗理智 可是最后没办法了 害你吃 你拿这个理智 来 压抑这个情感 就这么个问题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多非常多的 所以这些问题也是目前搞心理学的人觉得不好解决 说人要发展要发展 科学越发展 往往就越压制理智 你要是越让他自由 那么这个科学就不要了 这问题 矛盾了 所以在气功里面呢 又把它统一了 那怎么统一呢 第一就是 从气功学里面来讲 他从练气功之后 慢慢慢慢改变你的参照系了 情绪怎么来的 情绪是啊 从我们小的时候 刚刚升起来的时候 脑子里面还很空的时候 将来以后讲一个学问题 今天叫附带说几句 脑子还很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呢 那么你受外界刺激 这个外界刺激 如果当时呢 这个刺激能对你生命是有利的 是你生命有利 便是高兴 生命没利便是不高兴 这样的话呢 这就慢慢给你打一个烙印了 所以你这个情绪是根据外界刺激 对你生命活动的作用 而产生那么一种 那个心理表现 练气功呢 慢慢慢慢把你参照系给你改了 改了 两个改 一个就是呢 从我们现在水平上改 从现有的水平 把你情绪提高了 情绪提高了 不在这个层次里边了 你比如吧 咱们现在有的人 穿衣服 有的人追求不一样 有的人嘛 就追求 说古事的 有的人追求 七装一服的 他脑子就有这个追求 把这个追求 再产生情绪 满足了 高兴 不满足不高兴 可不还 参照系给你改呢 脑子里边 你被那个高兴不高兴的追求 内容不一样了 这一方面是 把那个不适合于生命活动的 那些要求 我们从气功科学这个道理上 讲清了 而改变了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理论 不是来改变你现在的情绪 那个理论 那个知识 来改变你一个参照系 把参照系一改呢 它就要不发生 那个不高兴的情绪了 它使得我们这个生命活动 难道起过那个理论 它这么去走了 自然而这么走了 那个理论和情绪 不就统一了吗 咱们现在呢 因为难道一般的 规律去搞的 我们一般规律的 知识和常识 不是有矛盾的 因为咱们现在 一般的脑子 都是很矛盾的 很多人都矛盾 互相矛盾的 不是统一的 不是统一标准 不是统一观念 练起功之后 慢慢的把一个意识 统一了 参照系统一了 你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自然而止变了 从这个高度 就统一它去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练起功之后啊 慢慢慢慢的 使得身体里边 发生了各种变化 而且我们也懂得 意识的运动规律 当然我讲的这点 和他们说不讲的 不完全一样 就是给大家多解释一下 你们有些个理论还没有讲 写书嘛 写得简单 一讲课嘛 就是展开讲一下 第一试里边 有些活动 正常的不正常的 对生命活动有利的无利的 我们从理论上认识了 而且练功体会到了 体会到了 这样的话呢 就能改变我们这个 以前的生命活动 那种是完全自然的散乱无章的 那个规律 因为发展会讲了 因为人家里边很多矛盾呢 你给他的打成烙印 是这样的 他打成烙印 是这样的 人本身的一般的动物 动物具有的那种生命活动 又是那样的 所以对你们几件就乱了 因为我们对这个功能不认识它 我们都认为 那是自己的本身的要求 而实际上来说呢 它呢 不是人的类本质的特殊表现 我们对于不认识 就有什么反应了什么 可以人类本质要前进的呀 人类要前进的 从我们一个从低等动物 从一个单细胞 脱细胞 慢慢倒了人 人还在往前进呢 这个前进这个规律 往上走的规律 就是要丢掉那些东西 丢掉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懂得 那是在前进当中的自然过程 而那不是呢 不是应该保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保留它了 保留它了 就说明我们不前进了 可是待机一旦我们还认为是 好 我这真好 真美 我们现在就不认识 这人是个好的 就停留在原来基础上 是个好的 但是它已经违背了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练起功之后 越是越动力之后呢 就在高层次提高了 自然 它不要求它 它不贪婪它了 不追求它了 这么来统一起来的 它更根本的统一 是将来我们练出超常聚能来之后 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感受不一样了 感受不一样了 你本来我们现在一感受就 这真好 你看这真美 真美 可是现在超常聚能有了以后呢 有这个美的 它不一样就美了 这个情感都不是那样子了 大伙子 哎呀 现在超常聚能 这人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由于还没体会到那种享受 我们就把现在的各种的追求的享受 各种欲望 作为这个一个追逐的对象了 打开比喻吧 就好比现在 我们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我们这些同学们 你们举手什么 如果我们想一想 想一想 解放以前 我们在咱们这里边 农村来的同学 你们太小 解放以前 农村的那时候孩子们都想什么 他们就想着 他们想着什么呢 哎呀 饿着肚子怎么办呢 穿个衣服的话呢 衣服都一不这体啊 一不这体 他想着一下呢 哎呀 我怎么将来 我自己怎么能够 把我自己搞得好一点 穿的 穿 他没想着咱们穿这些衣服啊 我能 那以前弄造的自己织布 织的粗布衣服 我能想办法的 织的粗布衣服 弄好了 他就行了 年轻人 年岁大点的人呢 年岁大点的人 这个 老太太 哎呀 我得多养只 几只鸡呀 我那鸡还没下蛋呢 他想这个 所以你现在的话 如果是说 我们现在你有了 有了一个经济基础了 你还想一个 鸡下蛋吗 就不想这个问题了 再来说呢 在农村老太太的一个家呢 总是讲 儿媳妇不好 现在也还有 我们这个儿子坏了 娶了媳妇 让媳妇拉走了 也不听话了 怎么怎么坏 怎么怎么坏 明明儿子不孝 你说媳妇不好 到了哪里 讲媳妇不好 农村这个 老太太 今天讲明 今天讲了 明天还讲 脑都没用话 他都不知道 稀疼糊涂的 以前咱们 我跟咱们下乡的 那时候咱们 下乡的回来 那个 八十年 我跟他们讲了一个问题 我跟他们讲农村去 一开始 你们到农村去 要接近老农民 接近老爷给他们就服务 去了以后都要好服务 今天讲 你这姑娘可真好啊 真好啊 今天好 老人好 再好以后 就来说人家 儿媳妇不好了 今天顺便还没事 你说今天 你烦不烦呢 可是他们呢 还觉得津津乐道啊 为什么呢 他就在那个层次里边呢 就在那个层次里边 就觉得很美 整天高高兴兴 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层次里边呢 在我们这个层次里边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层次很美 我们最后很美 所以你上一层 那个层 你感觉不到它美 如果咱们这个同学们 你们现在上学了 上学咱们的追究起功 起功知识 起功知识 你那农村讲的话呢 那农村那搞了 哎呀 这都是二十来岁了 该结婚了 该撑家立业了 要不是早养儿早得记 现在农村也还有这个想法了 他考虑这些问题了 他想法不一样啊 层次不一样 他追求东西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 我也要追求知识 他们是 追求知识 你吃饭不吃饭 你不吃饭不是你也饿得哄吗 还咱们来点实际的吧 咱们该得吃点饭吧 你这你这听不听 那广吃饭行吗 广吃饭老人的吃饭 把你一人关起来 谁你谁也甭看 那屋子边一地都随便吃 想吃什么有什么 你干不干 试试看 他也不干 你广吃的话 不是人的本性 把一个人装 除非是外面是 放了原子弹了 全世界原子弹都 都不能放事情 非常强的 无论出去 在这屋子呆人活几十年 可是第一天就剩你一个人 你还想活吗 第一天就还剩一个人 就剩你自己了 吃吧 吃的好了 什么都有 也不行了 也不行了 所以说明 人这个东西呢 不是光吃好了 穿好了就行了 还有个精神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我们现在对大家 大家对这个问题不认识 一点不认识 所以现在觉得我们是 追住吃啊穿啊 挺美挺高兴 你要说还有更高级的东西 他不相信 你说一说咱们上次讲了 说可以不吃饭 不吃饭的话 如果要不吃饭了 他还是追求什么 美味佳肴吗 如果他在一件衣服的话 他弄好一颗 所以几百天不会 纳不成保衣了 你还追求我 这个衣服怎么那么好 那有些的 这件宝衣的话 现在全世界展览 那这件不是国宝 世界宝就是 可我们现在一听 哪这么没意思 一下衣服老也不换呢 几百年老穿着 那有什么意思呀 你就感觉不到 那个美 你就产生不到 那样的情质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情质和情感 这个离日和情感呢 现在我们在高尚的统一 从这个 关键的超常技能 把它统一起来 在超常技能 没统一之前呢 从练起功 从练起功的情趣 也能把它统一起来 这两个又统一了 这是第四个 的统一呢 这个更大了 这是科学艺术 道德的统一 咱们现在 研究科学 研究个什么知识啊 世界上的科学知识 人们呢 能结构到的知识 知识范围 就这么三大类 一个是科学 一个是艺术 一个是道德 再没别的 再没别的知识了 科学呢 科学 它是对世界的 自然规律 这个真正的本质东西 在天下论出它 你说科学论出 真 真正的东西 理性的东西 它就是真正的规律 它科学应该是 理性的办法 而掌握理性的内容 这是科学 用这个 用这种思念的办法 去掌握 那怎么叫 怎么叫理性 来掌握理性的内容呢 咱们同学想想看 科学 你看 是不是都是对 自然和社会 对他们的自然规律 一个东西的反应 反应它怎么反应过来呢 你叫人 结果它之后 让你在你脑子里边 脑子里边 在你脑子里边 把外界这个客观事物 它怎么变化 它的变化过程 你在脑子里边 把它再 跟那妇虏机一样 把它再浮现一遍 这个客观规律 客观规律 反应到你脑子里边来 脑子把它再浮现一遍 这是它的规律反应出来了 这就是呢 我们的科学 就是你的脑子 把外界客观事物 客观事物 这个历史过程 它一变化 这个历史的嘛 时间嘛 把它历史过程 在你脑子再浮现一遍 等于复制出来了 出现这么个问题 它现在把感性知识 把感性知识个别性 打掉了之后 就把感性知识否定它了 从而一综合一冲向 它可以整体的东西 连到一起了 感性知识不一样了 对不起来的科学知识 所以科学知识的反应 是个真正的规律 事物的本质 它是以概念和概念 你看写书啊 不就是概念词吗 用概念做中介 它跟它联系 它跟它联系 来表达这个事物的 真正的内容 因为你要意识 都有词汇啊 词汇不就概念吗 这样来表达内容 人离了科学活不了 人类也发展不了 对人类签的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科学最根本 但是呢 它本身 它只能反映事物这个东西 而只能是通过概念 来反映这个东西 不能通过别的东西 而艺术就不然了 艺术呢 它基本是通过形象的东西 通过形象的东西 通过形式的东西 来反映事物 所以 因为咱们说科学建立的是真理 那么美学呢 所以艺术呢 艺术的建立是美 艺术这边学问的 一个科学 一个艺术 一个道德 艺术这边是美学 这个美怎么建立起来呢 就通过我们感觉器官 来感觉客观事物的形式 这音容笑貌啊 形象啊 音的声音啊 这个东西 通过它来反映事物 整体美 常常那个美感 跟那个美 再去制作事物 创造事物 去塑造东西 这个东西 它通过形式的 通过形式 来认识事物 所以这个理由呢 就是 它那个科学不一样了 它有个概念 这个艺术呢 通过形式 它说那文学 那不也是概念吗 文学概念是变了样子的 它文学在形容 它这不也是有词汇 但是它呢 它就必须 把这一个事物的信息 描述出来 形象 这个文学 形象非常逼真 那个逼真呢 就不是一般的概念 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从今有形象语言 艺术语言嘛 为什么语言 是叫艺术语言呢 它的艺术语言 为了表达那个形象的 而不是为了表达那个 那个算是跟科学 表达那个本质 表达那个规律 它表达那个形象的 表达那个形式的 运动形式 静止的形式 各种的整体的形式 表达这个东西的 所以艺术的东西呢 它和科学不一样 而且这个艺术啊 你要想体会艺术 它反应的东西 和科学也不一样 科学呢 你直接理会那个概念 概念这些关系就行了 然后有了概念之后 拿这个概念去认识事物去 去对 去对号入座 一加一等于二 对号认识 艺术不是 艺术它是呢 感受 理解 想象 这样思维 这个呢 它极客加在一块 你去认识去 一边说 咱们科学也讲的 要感受 接受事物 也要想象事物 也要理解它 科学和艺术不一样 这个艺术 它是个整的 一看见了 接受了 一接着里边 要想象以后 还联想 多一些东西 再产生情感 它就一块的 它理解 理解 想象 感受 思维 是个整的 接受也是 联想 情感和这个 与于这个 联想的 这样的 感受 理解呢 也是感受 联想 思维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的理解 它是个整体的 它是对整体 起反应的 它那个思维过程 也都不一样的 所以跟科学 对立起来 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就是科学 艺术 是不一样的 人们认识事物 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认识 也可以通过科学事物来认识 两个都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内容 但是它又反映美的内容 反映真的规律的内容 那么道德呢 就更特殊了 道德 它 也是人们把握 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般不认识 道德还能认识世界 道是都也能掌握客观的东西 道德什么东西呢 以后咱们以后要讲海洋道的 还前面讲它 它要根据意识里边的形成的价值模式 来评判自己的意识 和衡量外面的意识 从中来衡量了好的坏的 善的恶的 丑的美的 而且知道自己行动去 这样属于道德 那咱们去掌握客观世界呢 因为你脑子里边有了一个概念了 有了一个概念了 这个价值模式有了 好的坏的 你脑子里边有 有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价值模式来 给你规定起来的 那么这个人来了之后 这个物物来了之后 是属于好的属于坏的 就拿这个标准来认识他去 就认识他去 所以就掌握客观事物 而且道德也还可以 预示以后好与坏 事物要发展 规律怎么样 如果这人 你这个道德观念 价值模式建立的正确 你就看到这个 这个事情 它是违背着道德观念的 它别是要灭亡的 从这里边可以掌握它的规律 也是认识事物嘛 推出未来都可以 都可以解决问题嘛 现在这个东西它就腐朽了 它现在新的东西 和新的道德观念 战胜的东西 矛盾了 新生的东西要战胜它 也是道德观念的话 这也是事物啊 来预知事物啊 这些道德观念 同样也是来把握世界的 一种重要的方法 所以这个道德 它是更深层的意识 咱们心里边 你要想 一般考虑问题 你自己考虑考虑个事情 考虑个事情 谁让你考虑的 你考虑的动机 目的 是什么 里边还有个深层的目的 所以说在道 这个深层的目的 属于道德的内容 所以道德是比这一般的知识 要更深邃 科学知识 是最浮浅 最浅层的 艺术知识 就稍稍的深一点 因为它有整体性了 而且科学艺术知识呢 它里边后面都就是拿道德 这个意识 来做它一个的 对于总体的 一个总指挥的 衡量事物 从道德来搞起来的 所以这些问题 从当代科学来讲 是这么个分别法 它们是各自不同 建立不同的内容 科学建立理智 建立理性 艺术建立美 道德建立我们的意志 也可以说科学是逻辑 道德是行为 这个什么呢 这个艺术的话呢 是我们的情感 它不同的内容 不同内容 这些三个的话呢 也是不可混淆的 虽然这三个研究内容 加在一块是真善美 科学研究的真 道德研究的善 艺术研究的美 但是三个的话呢 你不能够互相的 称为一个东西 可以有联系 可以有联系 现在好理想 真的就是 真真的东西建立善的 善的建立美的 一加一等一二 真不真 真它美吗 它善吗 所以好的科学定理 真不真 真它美吗 它善吗 真不一定善和美 所以美的东西 美的东西 它都是真的 也不一定 所以咱们现在 美的东西 就都善 真东西就都善 不一定 所以在当代科学知识里边 科学 艺术 道德 三个分野 三个分野 不能统一起来 各道的气功科学里边呢 就不一样了 三个要统一了 三个要统一了 怎么统一 咱们气功科学 研究是人的生命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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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你只要能够正常生活 生活是正常的 那么你就必须 你自己身体里面 互相协调的 和谐的 你和周围环境 那是和谐的 和谐就是美的表现 和谐就是美的表现的 所以这里边 尤其到身体里面 我们真正将来 能够体验到 我们身体内在的 生命气力运动 和以原体的时候 在以原体那个层次里面 它里边是 是非常和谐 内外都是统一的 在内里面 就是一种美的感受 因为它里边 完全统一了 我们现在人们的脑子里边 那样的不同意 灵乱 矛盾 种多思想 它里边统一了 你统一了之后 它那种 你感觉到 它里边是个美的 你的感受 心里非常是个美的感觉 有美的感受 另外 就是咱们身体各个部分 它本来就是自然的 这个自然当中 居然有美 而气功革命学问 从它工法的安排 就要符合 这生命的规律 因为它要反映美 反映出美了 要有美的旋律 所以气功本人讲 所以气功革命学问 可以说是 是个最高的艺术 有人讲 旁老师 别在气功学了 叫个人的艺术 一开始我还不大同意 我那边想到 你说的也对 因为艺术研究美 研究整体性 整体思维 你气功不是整体思维吗 整体思维 它就有了美在里面 人体各个部分 局部 对服务整体 它就和谐的 互相配合得很好 这里边 这个自然的旋律 就是个美 但是这个真的 真正的可能规律 你生命不能违背这些规律 再有呢 我们这个生命活动 真正的 有益于自身的生命活动 那么也就必须 把我们自身的生命活动 把我们的婚元器 和外界婚元器 很好地交合起来 跟外界是个统一的 处理人籍关系 处理外面事物 要保持人和大自然的整体性 人和社会的整体性 咱们都讲的婚元整体观 那时候讲这个问题了 人和社会统一整体 人和自然统一整体 那么这个统一整体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婚元器 外界婚元器 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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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有利于生命活动 那得成为是善的 不利于生命活动 就是恶的 所以这样一利于生命活动的 这不是善的吗 这属于道德的范畴了 但是这些东西 又都属于气功科学知识 本身那个真理的内容 所以那个善 有利于生命活动的 都属于善的 而气功的真理呢 就是要 一切都要利于我们生命活动 所以从他的 气功科学的理论性 本身就要道德 要道德高尚起来 要生机旺盛起来 所以气功学的真理性 道德性 这个和这个 不是科学性 道德性 艺术性 都有了 真的 善的 美的 所以在气功科学里面 真善美 统一了 他从理论层次 从火焰状体观里面 把统一起来了 你生命本身是真的 规律是真的 他本身旋律是美的 他的活动是善的 一个问题 不同方面来讲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是真 讲到规律 那概念表是真 可是你从行为表现 那就是个善 从行为表现 就是个美 所以这里边呢 在行革命学院里面 又把它统一起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将来我们同学们呢 一定要 慢慢体会它吧 慢慢体会它 因为咱们大家 不是研究艺术的 也不是研究道德的 所以这里边好多 关系到 好多是 学问的概念问题 这些范畴问题啊 所以目前一些同学们的一些这个问题呢 尤其咱们那个 从那个原来基础值学的少的同学们呢 可能就比较吃力一点 这些人发生我讲了 大家听一听 懂得一些就可以了 他能同意起来 将来以后 大家再学知 把知识展开 再可以把它 再领会它去啊 第五个就是呢 变化根据与条件的统一 咱们说个 我当时就没敢写 现在反正随便说的问题不大 实际内因外因的统一就是啊 咱们说内因是变化根据 外因变化条件嘛 学哲学咱们讲了嘛 外因内因来是对立的 咱们气候学里面 内因外因统一了 内因嘛 事物内在的根据 外因嘛 外在变化的条件 所以这两个内因外因 这些一对范畴 一个内一个外嘛 怎么能统一呢 可在气功学里把它统一了 不过呢 这个统一不是我们气功来统一的 现在科学慢慢发展呢 一步一步就把过去对辩证法 新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理解 要得提高一步 以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啊 实际 讲变化实际是新而上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认为一个事物 它是我们讲变化 它跟外界互相作用的结果嘛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整体 它就是它了 外面成立是外面的东西了 它一变 就认为是它变的 其实不然 就那以前他们说 都知道说这个 这个鸡变成鸡 鸡子儿是鸡蛋 能复生鸡 拿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鸡子儿要复生鸡 是鸡蛋是变化成鸡的根据吗 咱们同学部都觉得这个 都觉得这个 都觉得这个 这个命题啊 现在想想看鸡蛋是变成鸡的根据吗 石头子儿就变不成鸡啊 它说鸡蛋变成鸡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 这个鸡蛋就是变成鸡 就是 就是那个 这个鸡蛋就是变成鸡的根据 那也不能这么讲 我说那鸡蛋变成是 臭鸡蛋的根据 那也可以嘛 那个鸡蛋就放在 就咋放在普通温度里面 放放放 普通温度下来 你放它两个月 鸡蛋臭了 实际上什么情况呢 要变成鸡的话呢 它得有条件 那个鸡蛋得变成 温度得变 温度得变 得能够 得能够 得能复化成 变成那个鸡蛋 能发生变化 那个温度 它的那个鸡蛋 到了那种温度 它就变成鸡的根据 原来我说 37度可能说 那个因为我没有研究 那个鸡啊 最近我考开了 研究鸡的告诉了 潘老师啊 鸡浮成鸡的 那个鸡蛋浮成鸡 不是37度 是38度多 原来我说 我讲课讲过 37度啊 看到那个讲的不确切啊 讲的不确切 你别告诉我 潘老师的伏鸡的 潘老师的伏鸡的话 那个那个变成鸡 不是37度 伏不成鸡 老38度有鸡出不来 啊 得38度多才行的 哦 我是行 我是养鸡的 咱们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内容啊 你得把那个鸡 再加上温度 变成是38度多的这个蛋 才能变成鸡 那个 那样的鸡蛋 才是变成鸡的根据 你这个普通鸡蛋 不是变成鸡的根据 你温度 一和鸡蛋一相结合 温度还叫外阴了吗 那就是呢 那个外阴和鸡蛋相混合了 叫38度的鸡蛋 是变成鸡的根据 你要不是38度 不是38度的鸡蛋 什么时候 这也不是鸡的根据 这些是坏了 你放了一年一辈子 几万能坏了 这不行 如果那是 你倒是那个 这个38度的鸡蛋 还是38度是根据呢 还是鸡蛋是根据呢 哪个是本呢 那是呢 他们两个化合到一起了 38度的鸡蛋 这才行 这才就变成鸡的根据 所以这一来的话呢 38度的鸡蛋 咱们以前说的38度是变化的条件 三鸡蛋是变化的根据 这不是38度的鸡蛋 就不会把两个合在一起了吗 这是一个啊 再一个现在就是呢 咱们过去里讲的那个问题啊 也是说外移变化的根据 现在科学家们呢 搞了一些个试验 咱们中国的生物专家 同地州 把那个单尾鱼 鲤鱼 通过把那个遗传工程 一下接 一下变成双尾鱼 你说是这个外来的条件 是变化的根据呢 还是变化的条件呢 所以这些问题 你这来的话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结析一块 把那个隔进一块去 你这是外移嘛 可这个外移是根据那个条件呢 这个一搞的话呢 它要变成双尾鱼的根据了 所以这就过去 我们讲的内移外移这个问题呢 就需要慢慢慢慢的 全面的理解 根据要全面的理解 现在有人讲啊 现在有人跟我们讲 得改了 现在科学发现 外移是变化根据了 外移变化根据了 怎么叫外移变化根据了 你看那个 把那个鱼 在那个科学家们 怕它挪在这里边 它就变双尾鱼了 这个人不就外移了吗 我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这个什么道理呢 什么是变化的根据呢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遗传工程里边 斩一段 斩一段 这么一接 接过来了 接好了这个 遗传工程 那个DNA 这是它的变化根据 因为你把外移拿过来以后呢 你给它混合起来了 混成一个了 你给它作用上了 它是变成了双尾鱼的根据 这么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边呢 就外移 一旦通过内移起作用 它就不再是外移 它就和内外移相合成一个新的东西了 成为混化了 内外混化成一个了 所以这件事呢 这个理解到不是说 这个不是我们聚能器工从功能来解决的 这实际是观念得改了 我在器工科学里边 观念得改了 这也是说科学的发展 将要推动哲学的进步 就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把内阴万阴的话呢 都行上去绝对化了 内阴就是内阴 万阴就是万阴 其实呢 外移一通过内阴起作用之后 它已经不再是外移了 它已经变成根据了 就混化了嘛 混原理论 混原理论嘛 混化理论嘛 就混化了 再举例子 咱们以前讲的 也讲的 说了讲全息的时候 也讲了 一个细胞 把一个细胞核 拿出来 小长的细胞 生的细胞 拿出来 放到一个没有受精的 卵子里边去 把那个卵细胞的细胞核 拿出来 把那个普通的细胞的细胞核 放进去 他们拿青蛙做的实验 哎 就那生死青蛙了 那个小长细胞 为什么在小长里边 它就是变成小长细胞了 不能细胞核一样吗 就是那个细胞质不一样吗 可是你一换到那个卵子的细胞质里边去以后 它为什么就变成 发生青蛙了 现在我跟科学家们讲 我跟你们说 遗传工程 是生物的进化的根据 我跟你们说 这里多一半 或者可以一半 那个细胞核 细胞核 你照样还是这个细胞核吗 小长细胞一样吗 为什么到卵子里边去以后 变成青蛙了 就说明 变成青蛙 有这个遗传工程 有这个细胞核 染色体 遗传工程 染色体 但你还必须周围有那个细胞质 细胞质有圈膝 生命的圈膝 这个细胞核是生命的圈膝 坏一些细胞质 就是将生命 两个人们一核 好了 再来生这个 两个圈膝 生这个生命活动 生这个生命 如果你在这儿是个圈膝的 好了 他要不圈膝 就这一点 好了 他要发育成一个一点 他们两个一结合 他们发育了 这点发育不起来 就完了 这内外相合的混 以混化成个整体 那才行 所以呢 所以这里面的 内因外因的事物的变化 是个混化理论 咱们讲混化理论 所以咱们讲 前面讲那个混元理论 有混化理论吗 混化理论 内外混化呀 这不仅是 我们一般的科学方法论 而且还得 谈到哲学问题 不过前面我们也讲了 咱们现在就是 最好先 咱们在这个圈里面还讲 出外面讲 你就先别讲哲学 一讲哲学 你跟我们打仗的话 咱们现在还打不过 科学家们多呀 跟那一变了 你没说 你没说话的机会 所以将来以后呢 实际情况多了 这个气候现象多了 就自然而然 他们就认账了 这个问题 不需要辩论 理论问题 不会辩论出来的东西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呢 告诉那么个情况 这个内外因呢 是这么个状况 当然其他还有好多了 还有好多了 我有书上没有写 没有写 叫什么 精神物理的统一呀 主体课理的统一呀 科学性啊 和这个 社会性的统一呀 遗传变异的统一呀 现在社会上 很多毛的东西 在咱们气候上 都解了 现在科学界里面 尤其这个遗传变异 现在 生物学里面 两大派打架打的厉害 你说变异 决定一切 现在说呢 遗传工程一发现 说遗传决定一切 遗传决定一切 人现在还是当猴子 咱们不是当猴子了 这两个打架打的厉害 观点也不一样 咱们中国呢 解放以前 是学的摩根的遗传学说 解放之后的话呢 一学苏联老大哥 学米丘林里森科 这是变异学说 该以返修 又是遗传学说 遗传学说 现在的话 慢慢又开始有变异学说 像中国一变的 来回来就一折罐 世界上也统一不了 世界上的大门村 搞气功那样呢 遗传变异是统一的 没有遗传 就谈不上变异 没有变异 也就没有遗传 那怎么回事 遗传穿什么 把你现在有的东西 穿下去 那么你现在有的是什么 你现在有的 叫把签名改了改 就这么个问题吗 你改了改 这不就是变异学说了吗 这个人 生下来以后 有哪一个人 跟爸爸妈妈完全一样 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吗 没关系不就变异了吗 变异的话 你还不下船呢 你还不下船呢 所以如果是一辈一辈的 你看这一辈当中 你搁着那么几十辈 在看的话 相当就不一样了 可你一辈一辈的话呢 这一辈一辈 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遗传变异 他把那个变异的 通过遗传固定下来 然后呢 在医生公园当中 又一代一代 又发生变化 这么更的 怎么变的话 混原理论 你们理论的话 就不能 你一个生物 你要紧 心情代谢 外面混原器 外面一混化 外面一来 一化进来 那不就是变异吗 你把外面进来了吗 他进来不还出去吗 这有功能 对 他那个保持展示的平衡 那体现事物的特性 他进来新东西 你再一加工 你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你时时刻刻 身体里边 都在变着 你要一会儿不变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从加拿大党们 以后真讲的 大混原理论的时候 可能还会碰到 这些问题 还会给大家讲 讲混原运动 讲开河出入聚散化 讲的那几种运动形式 还要细去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讲说 智能器工啊 不仅是器工的 那种关系整个科学界 方法学方法论 整个科学观点问题 那么大问题 我想呢 咱们今天就是 就讲到这儿吧 后面还有个小题 讲不完了 今天就不讲那个题了 因为现在一个对立的东西啊 咱们现在就 有些问题呢 就是有些基础 就是没有多讲 我们现在就先 不要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呢 就是大家可以讲一讲 听一听 开开脑子 像这些东西 不要去大家记 理解理解 能记多少算多少 反正将来以后 你们看书 越学越多 你不记得 马上展开展开展开 讲的讲的课 就马上展开了 所以咱们这个 这种工的课呀 是整体的 本来是不能这么分课的 起码是整体嘛 可是现在你不能混在一块这样 我总得一天一天的讲啊 一刻一刻的讲啊 我这个嘴又不能 我只要掌巴掌的嘴 我一大会儿也不能一块听 你总得一部分一部分的讲 是个整体切刀 切西瓜一样 切了 今天先吃这块 明天再吃那一块 吃的时候呢 这块里边也有它 那块里边也有它 所以有的问题呢 就是似乎有重复 但是呢 内容它从不同角度讲的 一个整体 你总会离不开整的东西 所以西方同学们呢 这么来领快它 碰到这些问题 将来一会儿还会讲 还会讲 就展开讲 咱们是总论嘛 一般的说一说 一会儿要展开讲它 咱们知识 擅得面 约那么一点点 慢慢越大越大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前面讲 讲一个整体 整个都有了 后面再展开讲 体制了 这么个问题 这些问题 大家理解一下 有的问题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大家其实就这些就行 相当于不需要大家 费力气去弄它 没关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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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